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明镜焦点节目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敬请按赞订阅留言分享 并请开启右上角的小铃铛 这样如果有新的节目发布 您便能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接下来就请您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期间 深受外界瞩目的经济数据 推迟了六天发布引发争议 二十大结束之后 中国政府24号公布经济数据 从7月到9月 中国的经济产出同比增长3.9% 经济活动的小幅反弹 超出了西方经济学家的预期 他们原本估计增长率仅略高于3% 纽约时报报道 经济在今年早些时候停滞不前 而2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 经济在过去三个月 有了微弱复俗的迹象 然而带来增长的部分 并不完全是中国领导人所寻求的 尽管消费者支出在4月跟5月 上海新冠疫情封城之后开始复苏 但是中国仍然严重依赖国家主导的 由债务推动的公路、桥梁、铁路线 跟其他基础设施的建设 数据好于预期表明了政府推迟发布的动机是 避免上个礼拜出现任何可能分散 党代会注意力的消息 经济学家表示 这个延迟损害了国际社会 对中国经济数据可靠性的信心 另外国家统计局公布 9月份多敌疫情散发 对就业传生了一定的影响 失业率有所上升 其中16-24岁的青年人失业率为17.9% 中国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司长王平平表示 9月份多敌疫情散发 对于就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失业率有所上升 此外路透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的测算 9月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指数 按年跌幅继续扩大到1.5% 幅度续创2015年8月以来最大 而且为连续第五个月下跌 9月按月下跌0.2% 跌幅比上个月还要收窄 值得注意的是 中国央行24号早上突然公告 为了维护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 以利率招标的方式 开产了人民币100亿元 7天期逆回购操作 根据公告中标利率为2% 继续持平前置 而根据Win的数据显示 今天有20亿元7天期逆回购到期 因此公开市场实现镜头放80亿元 随着20大会议周末闭幕 今天的公开市场操作量 突然从前前灌场的20亿元 明显放大到100亿元 并转而实现镜头放80亿元 国庆之后随着资金回流 央行一度连续大幅回隆资金 随后从18号开始 央行重归到常态性的操作 实施地量20亿元逆回购 并实现零投放零回隆 上周累计看 逆回购口径实现镜回隆190亿元 今天早上 银行兼职压市回购利率小幅上涨 隔夜涨了14.07点 7天期涨了5.53点 中共新一届领导班子23号公布 但是却未替香港股市带来刺激作用 港股24号开盘之后持续探底 恒生指数创下了将近13年半的新低 中央社报道 在中共二十大举行之前 港股已经时机而下 在22000点水准下跌到16000点的水准 在如此的弱势情况下 市场十分期待 二十大将会传出有利股市的正面讯息 不过港股在中共新领导层诞生后的 首个交易日 情况十分的不妙 恒生指数一开盘就跌破了 16000的整数关卡 续创至少13年来的新低 在雅股当中跌是异常的惨重 大型科网族群领跌 阿里巴巴跌了5.1% 美团跌了4.6% 京东跟百度也都跌了4.4%左右 腾讯跌了3.8% 小米集团也跌了3.3% 金融股涨跌附件 中国平安跌了2.1% 友邦保险香港交易所 以及建设银行各跌了1.3% 工商银行跌了0.5% 汇丰控股则持平 A股三大指数小幅低开 贵金属板块涨幅居前 截至今天开盘 户指报了3034.75点 跌了0.14% 生成指报10908.74点 跌了0.09% 创指报2385.82点 跌了0.39% 离安人民币也贬了0.7% 报人民币7.2782元对1美元 接近上个礼拜写下的历史低点 美国之音报道 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大会报告 依然雨颇荡漾 习近平的最新发言显示 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心将继续转向国家安全 政府将加大力度来推动被认为 具有战略重要性的行业 分析指出国家主导的产业政策 不足以推动整体的经济发展 中国经济增速在未来几年将会继续放缓 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 埃雷罗指出 习近平的二十大报告显示 中国不仅将延续过去几年的经济政策 并且将更加的坚定的朝着国家安全的方向来发展 国家安全是习近平讲话当中最重要的部分 自力更生跟国家在创新当中的强大作用是关键之柱 方向似乎很明确 加倍执行跟过去几年来相同的政策 过去几年来在习近平的领导下 中国强化了政府在经济发展当中的作用 为了重构经济 中国政府大量拨款推动先进制造业的本土发展 官方更加的注重国有企业的发展 中国的私营企业受到打击 这些国家主导的经济政策 已经对增长产生的阻碍的作用 中国的科技行业跟房地产市场陷入了危机 新冠清零政策打击了消费跟投资 这库大西洋理事会亚洲安全创意高级研究员罗古认为 中国领导人已经清楚地表明 愿意接受经济放缓来换取政府的更大控制 强调安全在很大的程度上将以牺牲经济为代价 而此时他们正需要采取大胆的改革步骤 才真正的有机会重振经济增长 习近平在讲话当中表示要加快自主能力的创新 并实施一批具有国家重大科技专案 这意味着国家的资金跟资源将进一步向被视为战略行业的产业转移 在中国官方看来这是制衡美国压力的必要措施 近年来美国通过了贸易限制跟其他出口管制 制衡了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 本月初美国商务部加大了时压力度 向对中国的先进半导体出口实施了新的管制 外交关系协会中国研究高级研究员张燕表示 中国跟美国都意识到他们不能够在关键技术上相互依赖 因此虽然在某些关键技术上整体经济关系不会发生变化 但是现在基本上是在脱钩 与其他主要经济体来相比 中国在通过政府引导扶持重点行业方面的支出大了许多 根据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统计 中国在2019年对本国重点行业企业的扶持规模 至少相当于全国GDP的1.73% 而且有继续上升的趋势 得益于中国政府的支持 中国在一些新兴行业不断发展壮大 但是这引发了西方国家的长期批评跟制裁 因为他们认为中国产业政策违背的市场公平原则 报告作者之一 CSIS经济专案高级研究员DP波预计 中国的资本将继续流向政府认为具有战略重要性的行业 但是他表示这些产业政策不足以推动整体经济生产力的提高 他说产业政策的问题是 他们通常是非常浪费的 任何政府都很难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来挑选赢家 避免被企业本身的利益所俘虏 他们试图通过更多的市场导向来纠正这一点 中国政府向国内的芯片行业注入了数十亿美元 但是取得到的成果相当有限 高端芯片制造目前仍然由美国 台湾 日本跟韩国的企业主导 张彦说 从一个追随者到成为芯片技术领导者 这最后一步是巨大的 他们正试图赶上X点 比方说美国、台湾跟日本现在的位置 但是当他们到达X点的时候 已经是X加1或者是类似的情况 所以这是很难赶超的 中国政府还对被视为挑战权威的私营企业 发起全面的整顿 这将长期负面影响中国的生产能力 跟创新的活力 罗谷认为 中国国内的私营科技企业具有影响力 并且掌握了大量使用者的资料 而中国政府认为这些资讯 对维护国家安全至关重要 他说 我们将看到 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经济部门受到打压 这些部门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安全影响 至少在中国共产党跟习近平看来是如此 中国政府已经加强了对资料的控制 去年通过的资料安全法 使得外国企业更难获得到 有关中国公司的资讯 缺乏资讯的透明度 损害了外商对中国市场的投资信心 在中国官方的打压下 私营领域一些更有突破性的金融创新受到了抑制 以加密货币为例 官方因为担心匿名数位货币会削弱国家对金融系统的统治 而将相关的交易视为非法 与此同时 中国力推政府支援的数字货币 希望这个工具可以帮助挑战美国主导的全球金融体系 迪皮波说 如果你是中国的创新者 想的这里是肯定有机会 但是我需要进入政府希望我进入的行业 而这基本上是政府想要的 中国对政府主导的强调跟对市场的忽视 可能导致中国错过重要的改革机会 导致经济面临到长期增长法力的困境 中国坚持的新冠精灵政策 严重的抑制消费者的支出跟生产者的产出 但是官方在二十大期间 并未释放出有意调整当前疫情策略的信号 并且坚称中国的做法优于西方的治理模式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黄天磊表示 美联储加息跟对通货膨胀的担忧 限制了中国政府的政策工具 除非官方放松新冠政策 否则短期之内不太可能恢复增长 他说从前景上来看 中国的经济跟本届大会产生的新领导层 面临到越来越多的短期挑战 包括了广泛的新冠封锁 全球对中国出口的需求减弱 以及中国房地产行业的持续危机 但是问题是 新一届领导集体 除了放松新冠清零政策之外 几乎没有什么好的经济复苏方案 中研认为 中国急需展开土地改革等结构性的改革 来释放劳动力 并且提高居民受教育的水准 否则中国可能会陷入到中等收入陷阱当中 中等收入陷阱指一个国家通过廉价劳动力发展制造业 实现向中等收入国家迈进 但是却未能改革技术革新来进一步增长经济的规模 他说未来的问题是经济缺乏结构性改革 这种国家主导的投资政策很可能是错误的 将导致中国经济长期放缓 使其更难脱离中等收入的水准 并可能陷入到中等收入陷阱当中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分享订阅推荐给您的亲友 更请您点击节目内容 简介里的PayPal链接支持我们 中国官媒新华社26号发布中共20大修改之后的中共榜张 外界瞩目地强调习近平崇拜思想的两个确立 跟人民领袖变位列入 但是增加了四个意识 四个自信 两个维护的内容 并且增列了坚决反对跟遏制台独的表述 综合媒体报导 新华社发布党章修改过程 习近平5月27号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 做出修改党章的决定 成立党章修改小组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领导下来工作 报导指出 习近平高度重视亲力亲为 自始至终指导研究党章修改工作 审议党章修改相关文件 先后亲自主持召开五场座谈会 当面听取各省趋势 军队单位主要负责人的意见 跟大家就党章修改问题深入进行研究 报导提到党章总纲的部分修改了37处 条文部分修改了13处 修改过程当中 习近平高度重视亲力亲为 多次做出重要指示 提出明确的要求 先后11次主持召开会议 来研究审议党章的修改 媒体根据新华社发布的党章全文统计 内文总共出现习近平12次 比之前的版本增加了一次 跟邓小平是持平的 并仅次于毛泽东13次 江湖依旧各一次 总纲回溯历代领导人的内容未多做改动 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部分 从338次扩充到411次 20大报告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 该词也被写入到修改后的党章总纲 总纲当中提到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另外总纲当中的涉港澳台表述 按照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针 修改为全面准确 坚定不移贯彻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针 增写坚决反对跟遏制台独 外界此前猜测的加快解决台湾问题的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这个新论述并未加入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二十大召开前后 中共多次在各层会议上强调两个确立 也就是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 全党的核心地位 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 但是这一次的党章却未写入 不过在党员必须履行的义务当中有提到 要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此外外界曾经盛传的人民领袖宋希称浩 也未见此次的党章收入 在中共二十大之后 新一届权力核心的成员 被认为全部都是习近平最信任的官员 包括总理李克强在内的 目前中国主管经济的最高级官员 几乎全部都被替换 美国之音报导 新常委当中排名第二的 现任上海市委书记李强 预计在明年春季的人大会议上 正式接替李克强 成为中国新一届总理 而现在中共政治局 最高排名第二的李克强 甚至没有进入到新的中央委员会 明显已经完全被排除 在最高决策层之外 63岁的李强曾经在2000年代初期 在习近平之下任职 被认为跟习近平的关系密切 李强曾经出任浙江省省长 江苏省委书记 又在2017年出任上海市委书记 但是李强从来没有像他的历届前任一样 有过在中央工作的经验 他既没有担任过部长 也没有担任过副总理 自中国前总理周恩来以来 在此之前的历届总理的人选 最少都在两个省当过最高级的官员 而且也在国务院工作过 在升任总理之前担任副总理 李强是自1976年以来 第一位从省或者是直辖市 直接升任总理 而没有任何在中央工作经验的官员 此外 从中国权力的结构角度来看 李强非同寻常之处 更在于此前的中共第二号领导人 国务院总理并不是中共最高领导人 所任命的 而是党内协商跟妥协的结果 权力会大致有一定的平衡 而李强的晋升则被认为 完全是习近平的意愿 现任副总理胡春华 曾经被受胡锦涛的赏识 一度被认为有可能会出任下任总理 甚至有望成为习近平之后的 接班人之一 但是胡春华这次不但没有进入到常委会 甚至没有进入有24名成员的政治局 这意味着他的仕途在习近平时代已经到此为止 美国政策研究机构国家亚洲研究局顾问布斯塔尼说 李强的经历似乎并不足以让他升任总理一职 他似乎没有任何在中央政府工作的经验 中国在经济上所面临到的诸如债务跟新冠病毒清零政策影响等主要的问题 他的经济工作经验可能并不是解决这些问题所需要的那种经验 明年三月全国人大会议之后 预计可能会出任副总理的丁薛祥 是习近平最得力的助手之一 有一些技术官僚的背景 但是从未有过任何在地方 或者是中央主管经济工作的经验 除了李克强之外 人们普遍预计副总理兼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主任刘鹤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一刚跟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郭树青等 目前中国最主要的几位官员都将会退出领导层 此外被视为改革开放派的汪洋 以及主管贸易跟对外投资的副总理胡春华 也都未能进入到政治局常委 汪洋也曾经在很长的时间内被认为是接任总理的人选之一 李克强在主长国务院期间虽然从很多方面来说乏善可成 但是多年来一直有评论人士认为 李克强代表了中国的务实派 纵观其涉美言论 相对于其他中国官员也显得比较温和跟友善 路透社在李克强担任总理后一年转发的一篇评论当中注意到 李克强在2013年召开了40次国务院厂务会议 其中有30次是研究改革 中国官媒也曾经赞扬李克强行事风格颇为务实 能够密切联系群众 刘鹤曾经长期在服务院跟国家纪委等部门来工作 并曾经在美国禁收 他曾经是西东大学的访问学者 然后以职业中期学生的身份进入到哈佛甘乃滴学院 并获得到公共管理硕士学位 刘鹤曾经在前总统川普时期 代表中国跟美国进行了艰苦的谈判 也曾经被认为是习近平信得过的人 然而这一次他被习近平的另外一位助手和立峰给取代 此外被认为是倾向于改革派的央行行长一刚 可能会在明年达到退休年龄的时候来下台 一刚曾经在美国印第安那大学经济系先后担任助教 副教授并曾经获得到终胜的教职 中国问题专家詹姆士成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林何利 在篇文章当中说到 许多受过西方教育以市场为导向的官员已经离职 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因素 林何利说很可能会接替刘鹤的何立峰 几乎没有改革派的资历 国家发改为主任何立峰获得到习近平的信任 主要是因为两人在福建省共事过多年 曾经担任美国国会众议员的布斯塔尼说 在目前选出的常委当中 看不到有像刘鹤这样的经济工作经验丰富 又了解美国的人 在银行监管货币政策跟整体宏观经济政策方面 中国跟美国等国家的协调至关重要 但是现在三位主要经济顾问都将被排除在外 他说他给全球经济所必须的任何形式的经济政策协调 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报道指出 新一届领导班子当中 几十年来帮助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的 轻市场务实主义者已经不见踪影 那些既有政治地位又有技术专长的干部 不再位居中共的领导层 其中包括了刘鹤 郭树清跟易刚在内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 也有金融分析人士对中国新的经济团队 表现出一定的信心 李强虽然没有在中央统筹全盘的经验 但是曾经在浙江 江苏跟上海 三个中国富有而且发达的省市主政 美国商业新闻网CNBC援引全球性 金融服务机构也存证券的一份报告说 李强被广泛认为是一位有能力的 轻市场跟轻增长的政治家 李强因为今年初上海实施了 长达两个月的严厉疫情封城措施 而饱受到诟病 但是也曾报告也指出 在2020年跟2021年的大部分时间里 上海也曾经被视为在疫情防控 跟经济增长之间实现合理平衡的榜样 中国政府的官方资料显示 李强似乎对电子商务颇感兴趣 曾经大力地推进建设 所谓跨境电商综合实验区 并将此作为一项重要国家战略举措 他在担任浙江省省长期间 曾经表示要打造一个全球最优跨境电商生态圈 要让浙江成为全球互联网家外貌的示范者 二十大之后 有关中国走向最引人关切的事 随着李克强等人的下台 中国的经济政策将会如何变化 多年来政治观察人士一直指出 李克强是中共几十年来 历任总理当中最弱的一位 在习近平的强势之下 李克强给人的印象是 虽然对庆林等一些政策多有不满 但是也是敢怒不敢言 经济学人曾经在一篇题为 《非常中式的政变》的文章当中说到 李克强的问题并非无能 更主要的是无奈 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约翰里 对美国之音说 习近平早就已经经济大权在握 这次人事变动的最重目的 并不仅仅在于进一步揽权 而是要重组整个经济 来实现既定的战略目标 中国本星期公布了最新的GDP资料 显示中国经济在过去三个月内 有了微弱复苏的迹象 7月到9月 中国的经济产出同比增长3.9% 尽管略高于经济学家此前预估的3% 但是却远低于中国几十年来 平均的增长速度 也跟年初时设定的全年5.5%的增长目标 有相当的差距 资产管理公司 俊利亨德森投资新型市场投资经理 考特尼对路透社说 中共新领导班子显示出 中国正在从经济务实主义 向政治意识形态来转变 他预计中国的年增长率 大约只有2%到3% 哈德逊研究所的约翰里说 长期以来 中共领导人一直竭力追求经济增长 将经济繁荣视为政权合法性的重要基础之一 然而这个现象现在似乎已经发生了转变 中国似乎目前已经不再把GDP的增长 作为其首要目标 这位前澳洲外交部高级国家安全顾问 在接受美国军采访时说到 中共在双回圈政策上变本加厉 如果看一下双回圈政策的具体含义 就是将国家资源引导到可以提升中国经济技术水准的行业 使中国成为全球经济当中 能够主导高新技术产业 他说这跟试图使GDP增长最大化无关 而是更多的与确保中国的经济实力跟财富要素 被用来巩固跟推进中国的战略目标有关 他强调中国现在要确保在跟美国的竞争当中占据优势 中国不再是追求一般性的经济增长 而是将重点放在芯片、人工智慧、量子计算等前沿新兴技术的领域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安德森预测中心经济学教授于卫雄表示 不管是短期或者是长期 中国经济本身现在都有很大的问题 其中包括了清零政策的影响、房地产泡沫化、政府的债务、人口结构变化等等 中国应该首先注重结构性的改善 而不是强国来抗衡美国 中国最不想看到的一个情况就是向前苏联的瓦解 就是重视军工 想要打造一个强国梦 想要跟美国来对抗 这是一个非常不治的战略决定 于伟雄说 在目前这个权力体制之下 下面的官员没有办法把真实的问题反映出来给决策者 风险相当的大 所以他说这是令人很担心相当悲观的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分享、订阅、推荐给您的亲友 更请您点击节目内容 简介里的PayPal链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订阅、订阅、推荐给您的亲友